我们对整个C sharp的语法稍微做一点复习 那我们这次其中考就考C sharp的基本程式设计 所以你不用对视窗那边下太多功夫 不过我有可能会考一点点视窗的东西 可是绝对不是叫你做程式 不是叫你直接去线上写程式 我们考的一点视窗的东西可能是基本概念 那些基本概念 比如说视窗里面会有什么叫做事件 OK 那视窗里面的设计模式是什么 它的组程式到底在哪里 OK 那一个Fone怎么被执行 那一个事件怎么被挂在视窗元件上面 那这些待会我先先把基本的讲完我们再来看 好 那我们先来看C sharp的简介 那C sharp是微软的程式员 微软开发的程式员 那它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你可以用来它写一般程式 命令列程式 视窗程式 网路程式 游戏程式 手机程式 资料库程式 云端程式都可以 那 它的开发环境是Visual Studio 是Visual Studio 那你可以下载Visual C Sharp Express 那就可以 就可以免费使用 因为Express版是免费的 那里面 其实如果你用Professional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命令列工具 但是Express版没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变数和运算 好 那这是最简单的一个C sharp程式 那Using System 就是使用System这个韩式库 然后Public Class Hello就是定义一个类别 叫Hello 那这个Hello的类别里面 有一个Main的程式 Main在C sharp里面 预设就是主程式 那Council.lineRineLine Hello就是印出Hello Council是主控台 所谓的主控台 就是命令列的意思 那RineLine就是印出一行 印出一行 印出一行是会换行 按印出hello 这样子你可以用命令列的编译 你也可以直接开一个专案 把它加进去 执行 那变数 c-sharp的变数 语法跟c语言都差不多 整个c-sharp的语法 基本上都是从c语言延伸出来的 目前其实大部分程式语言的语法 都是从c语言延伸出来 这包含c,c++,c-sharp,java 这几个是比较跟c语言关系密切的 那其他的语言像php之类的 其实也都有从c语言里面取了很多东西 所以c语言其实是 所有你现在看到的语言的始组 那它是一个在早期开发的非常重要的语言 那最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消息 就是c语言的发明者之一 Rich死掉了 那大约就在跟贾伯斯死掉的同时 Rich也死掉 那他们那一代的人 是电脑开始初期的先驱 那这些先驱现在目前呢 已经渐渐的年纪都很大 那贾伯斯年纪还算是里面最小的 因为他不太属于电脑先驱 他年纪其实有点太小 那Rich那些人大概都已经七十几岁 所以目前七十几岁的人 他们在电脑的领域通常 在那一个年代就开始用做电脑的人 其实不多 那像贾伯斯其实是后来在个人电脑时代才出来 所以他的年纪就比较小 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就死掉 那西元1970年开始设计 大概在1970年 七年七二年陆续释出一些版本 那到了七二年开始算成熟 所以1972年算是西元 西元发展重要的一年 那各位想想1972年离现在几年 将近四十年 因为现在2011年 那将近四十年 所以当初发展那些东西的人 如果他当时是二十几岁三十岁 那他现在就大约七十岁 所以那些电脑先驱的年纪 大概都在六十几七十几 而且特别在七十几的比较多 因为一个人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通常是在他的整个 整个事业的比较兴盛的期间 那我们看西元的语法 像int a等于3 b等于a 那这个跟西元都一样 float pi等于3.14 charc等于单引号h stream message等于hello 那在西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stream 各位用西元你应该知道 标准西元是没有stream 那西加加后来有加stream 那如果你是用西加加的话 可能还会看到stream 但是标准西是没有stream 接下来布偶 布偶也是西元里面没有的 但是实际上西元里面 可以很容易的做到布偶 西元里面做布偶的方式 就是用int 或者是用bite 或者是用short 那所以布偶通常我们会在西元里面用define define布偶就是bite 或者是define布偶是 那个叫做chart onsign chart 就是byte 在西元里面也没有byte 所以他只能用chart 或者是onsign chart 当做布偶 那西元里面没有stream 他用chart 信号 那在这里 这个stream是物件化 所以你可以说msmessage.length 这样子 接下来 程式语言当中的指定运算是通常用等于符号代表 所以请你不要看到等于以为它是判断相等 判断相等在西元里面要用两个等于 就是等于等于 那s等于3y等于5s等于y 这就是等于的范例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运算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s等于3乘以5加8除以2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ok s等于2 s等于s 左以两位 这时候它会变成8 那为什么变成8 你要还原成2进位来看 才会知道它为什么变成8 那这个2进位请回忆你的记概 怎么解读这个2进位 那如果有负的情况呢 在电脑里面现在都是用二补数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有可能会考像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会考 这种东西在程式语言里面已经变成基本 那甚至像这种逻辑的not运算 and and 但是只有一个all的时候是逻辑 逻辑或 然后两个all的时候 一个all的时候是位元或 两个all的时候是逻辑或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请分辨出 这两者的不同 这是一个and 一个all 两个all 这是不一样的 那两个all的作用的范围是真假词 true force 所以它作用的形态是不 就是不灵变数 那所以当 x等于true y等于false a等于xn的y 因为xn的y是两个都要是true才会是true 所以它既然有一个false 就不会是true了 所以他xn的y是false 所以a是false b等于s or y s or y只要有一个true就会变true 所以b会是true 那c等于not s not true就是false 那这些都是基本的 应该蛮有可能会考 接下来s等于3 y等于5 然后a等于sn的y 请注意这里的and是位元and 位元and的话代表的是 你要把它还原成位元才有办法算出它的答案 那当你把它还原成位元之后 你会发现这边是11 这边是101 所以最后就是1 就是这个 最后一个位元是1 那你还原成位元的时候呢 做all 那因为011和101变成111 所以最后是7 那这是C语言和C sharp语言 几乎都是这样 Java也是这样 好接下来 请看一下控制流程 好控制流程里面最重要的几个 判断的部分有if和switch 那回圈的部分有for and while 那基本上switch也可以用if取代 只是有时候用switch可以少打几个字 好那我们看if if esp1 然后block1 else if esp2 block2 然后一直到最后 else espk blockk 那这个 那这个 比如说if score 大于等于60 console.lineline 及格 else console.lineline 不及格 像这样子 if的用法 那国外呢 通常不用几分几分 国外通常用abcd 所以呢 大于等于90 通常我们就对应到a 大于等于80 就对应到b 大于等于70 就对应到c 那小于70的话就对应到d 好 那 你如果把它跟语法对应起来 就会这样 那 else if 其实是else后面 再加上一整个if 语句 那if 语句后面还可以 the else 后面还可以加上if 语句 所以语法是这样 好 接下来 for回圈 for回圈中间有三个运算是 这三个运算是 第一个代表初始化的设定值 第二个代表比较 第三个代表增加的条件 那最后呢 这个是直行的区块 举个例子 上等于0 for int i等于1 i小于等于100 i++ 上加等于i 那这样子的结果呢 你会发现 一开始它把i设成1 然后检查是不是小于等于100 那如果是的话呢 就继续就做这个 做完之后呢 再做这个++ 然后呢 接下来又再度检查 看是不是小于等于100 那如果是的话呢 就继续做这个 做完之后呢 又++ OK 它的语法是这样 但是这个语法其实 是C元当初就这样设计 但是这样设计其实并不好读 不过蛮有弹性 那C元的好处是 是它速度非常快 那它在迁入式系统上面非常好用 但是呢 坏处是它的语法并不好读 而且很容易有bug 而且很容易有bug 好 那画友回圈呢 语法更简单 就画友esp block 那我们也可以用画友来算1加到100 只是这样写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最后还要加加 那而且一开始要初始化 另外呢 有for each回圈 那for each回圈是针对某个容器结构或阵列 每个都做一次 这个我们 我们 在多型的那个范例里面有 好 这是控制流程 接下来阵列 好 那阵列呢 这里就稍微跟C元不一样 C元的中括号是放在后面 C sharp是放在前面 好 那而且C sharp呢 后面必须要用new 这是C元没有这样 C元直接 直接int days 中括号12就好 那 C sharp和Java都是采用类似这样的语法 好 好 那 但是C sharp还是继承了C元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阵列它是从0开始算 那 我们用dase0代表1月的天数 dase1代表2月的天数 这样子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dase1代表1月的天数 那这样你分配就要分配13个空间 好 那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写 int 中括号dase等于 然后一个大括号 一连串的数字 好 那不一定一连串的数字 看你形态是什么 因为这里是int 所以才是一连串的整数 如果是自串 那就是一连串的自串 浮点数就是一连串的浮点数 物件也可以 这边悬告一个物件阵列 那里面就随便你new一堆阵列放进去 好 那有了阵列之后就可以透过回圈 来存取阵列的内容 像这样for ok 然后 这样可以计算一年的总天数 好 那你也可以用for each for each的语法是 c sharp才有的 c原没有 for each intd in days in days 就是这个 这个d是从dase元素里面 取出来的一个一个的整数 好 那对每一个整数进行加总 好 那这里有一些阵列练习题 那这些阵列练习题 各位自己看好了 那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请记得 当你还没有开始用物件的时候 前面一定要加上static 那除非你用物件导向否则的话 就要加上static 好 那这样才有办法呼叫 好 那这里print array 那像这些我们 很有可能 会少一些类似的来考 二维阵列 请注意 是中华号斗点 中间加个斗点 好 那这里就二维阵列 二维阵列 所以就会其实是一维阵列的阵列 就变二维阵列 所以一维阵列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一维阵列的阵列就是二维阵列 好 那这边是一个一维阵列 OK 那我们可以设定 那我们可以设定 C等于A CI等于I加BI 那这里 也设了一个 一维阵列 那我们把它 A加B的结果放到D 好 那这边 用ArrayAdd 是直接传回值 New 一个新的阵列出来 那Print 这是一维阵列的处理 OK 好 这个例子好像没有用到二维阵列 这个例子没有真的用到二维阵列 那两个二维阵列只是宣告好看 好 那这是阵列 接下来是函数 好 函数呢 像这边的这个例子 Square 这是函数 他做的结果是N乘N 那也就是说Square5 这个结果S会是25 OK 那函数的参数呢 对一般的 各位知道什么叫传值呼叫跟传值呼叫吧 G概里面应该会教才对 那传值呼叫跟传值呼叫哪一个可以改变 可以在函数里面把值改掉 传值呼叫是不能改 好 OK 那这边有一个二维阵列的例子 那二维阵列必须要使用GateLength0 GateLength1来取得它的列数行数 那三维以上有GateLength2 GateLength3 那这是一个二维阵列的例子 我们用ADD ABC 把A和B加起来放到C里面 分别印出来 那这是加法 矩阵加法的范例 还有矩阵列印的范例 好 请注意这边用的就是GateLength 这函数你要记住 如果考试的时候你忘记了可以问 我们会告诉你 但是如果你没问 我不会告诉你 我不会主动告诉你 除非你问 好 接下来就物件导向的例子 那物件导向 先看物件的基础 好 那物件的基础 这边 我们宣告了一个Person1的物件 那它有Name和Weight OK 那我们建构函数里面 就把Name和Weight传进去设定 然后可以呼叫其中的物件的成员函数 这叫成员函数 请注意它前面没有加Static 跟我们刚刚一开始的那些函数都不一样 它没有加Static 这时候就变成物件函数的成员函数了 好 那这个例子应该之前都讲过了 这是 这个特性叫做封装 什么叫封装呢 封装就是把 资料 就变数 跟函数 函数 封在一个称为 物件 的单位里面 好 那结果会让这个 物件 看起来像是具有主动性 因为它里面有函数 好 那这是 封装 基本的封装 那这边还有几个封装的例子 像 橘形Rectangle 这个封装 有宽和高 那 如果 这个例子我们把组程式放在一起 可能 有些人会 会误解 所以我们把它分开 把 另外再先告一个class 叫test 放逐程式 这样也可以 那另外 你可以加上建构函数 加上建构函数 记得建构函数的意义 是在new的时候 可以把 可以呼叫这个建构函数 然后把值传进去 好 所以当我们在new的时候 就呼叫这个建构函数 把值传进去 好 那接下来就看 物件的 继承 好 继承 我们先宣告一个像shape 是形状 那 它有一个函数叫面积area 那我们 这边 这边有个组程式 其实组程式写在shape里面也不是很好 可以独立出来 这只是组程式而已 它放在哪里 应该都没关系 好 接下来呢 举行去继承shape 去继承shape 继承形状 里面就定义了它自己的栏位 然后有它的建构函数 跟它的成员函数 而且这个成员函数呢 有override 它会覆盖掉area 覆盖掉area 这一个函数 所以它不再传回0了 它传回的是宽层高 好 同样 圆形呢 也可以继承形状 圆形也可以继承形状 那 矩形已经继承形状了 圆形再继承形状 它同样的呢 也覆盖掉这个area函数 ok 这样子我们可以建一个矩形 然后呼叫它的面积 再建一个圆形 呼叫它的面积 然后最后就是多形 那多形这边 ok 你就会看到 我们把刚刚的例子再继续延伸 延伸出来呢 你会看到我建了一个矩形 再建了一个圆形 然后呢 建一个阵列是shap的阵列 然后把矩形和圆形都放进去 然后用一个回圈 去呼叫面积函数去印出 这个 这些形状的面积 那你也可以自己加三角形啊 各式各样奇怪的形状 T形啊 那各位去想一想哦 那个 这种东西 你拿来设计PowerPoint 我说的意思是 我说的意思是 你自己写一个PowerPoint 就会这样弄 了解 自己写一个PowerPoint PowerPoint不是这边 各位会想 我怎么可能写一个PowerPoint 其实没有那么难哦 只是简单版的 自己写一个PowerPoint 的时候 你就会用到 像刚刚的那种物件导向 为什么我插入的时候 插入个图案 这不就是圆形 这不就是矩形 OK 那我可以叫圆形画出来 我可以叫矩形画出来 它们两个都有做函数 我可以叫矩形计算面积 圆形计算面积 我可以有矩形的中心 圆形 两个都是形状 所以我在形状上面 做一个 可以受滑鼠移动控制的东西 的函数 那 当我 对它 处理的时候 就可以 一致性的处理方式 不用对矩形做一个 对圆形做一个 OK 这是多形的用法 好 所以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矩形继承了Shape 圆形也继承了Shape OK 那 我们正列 印出来的时候 就会像这样 一次把两个印出来 那另外 也可以使用抽象的复形态 就是说Shape 我们刚刚有写传为0.0 现在不传 那就变抽象复形态 那抽象复形态 一样 你要override掉 好 那最后这样 但第三种方式 是使用界面的方式 这时候 这时候 已经不是抽象 而是界面 这个界面呢 可以多重界面 但是不能多重继承 你不能 很多物件继承同一个物件 你不能一个物件 继承很多个物件 但是你可以多重界面 一个物件可以实做很多界面 这可以 这是界面不一样的地方 interface interface 那interface 写法就更简单 那我去 这边 CShop没有区分 都是用两点 但是Java是用implements 这里是不太一样 CShop没有区分 好 OK 那大概是这样 那会了这些之后 大概就剩例外处理 例外处理 例外处理最不同的地方是 它不是一个循序的控制流程 比如说举这个例子 如果A等于3B等于0 那A处理B是不是会产生错误 如果我今天没有做例外处理的话呢 我们执行的时候 它执行try1的时候 它就会印出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它也是有做例外处理 只是例外处理丢出来给命令列去印 给命令列自己去印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加上例外处理 在这边加try 那A等于3B等于0 所以这A处理B呢会产生错误 产生错误的时候 它跳到这个catch这一段 而且它可以根据 根据错误的形态来筛选 比如说这个是除以0的错误 那它就会跳到除以0的这一段 那我可以用很多catch 每一个catch抓不同的例外 可以这样做 所以当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印出 比如说备除数不可为0 然后印出这个例外 例外会被变成一个字串印出来 所以变成这样 它多印了这个 OK 那这是例外处理 这是例外处理的命令列版本